材料清搭,面粉300克,鸡蛋一个,牛奶200克,酵母6克,将酵母加入温牛奶里面,静置一分钟,有必要强调一下,酵母就是蒸馒头用的普通酵母,不是减肥酵母,加入30克左右的油,普通的植物油就可以了,我用的橄榄油好看又好闻,最重要的是听着上当次,喝喝,最后加一个全蛋, 全蛋就是整个蛋全家进去,蛋可不加,加事先准备好的面粉分次倒入盆中,用两只筷子凉拌成细状,有人是不是要问,用一只筷子行不行,之所以我用两只筷子,一只是进牛奶,给予我们油条的酥香,一只进鸡蛋,给予我们油条的蓬松,既然想要做成蓬松酥香的油条香红规矩,咱们不能忘,搅拌完后,用手揉上面, 可根据面粉吸水性调整面粉用量,这个时候又有同学要办难了,完全不懂什么是吸水性,可啊,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来说,揉到三光基本上就是好了,所谓三光不是,钱包光,银好卡光,支付饱于额光,而是面盆光,面团光,手光,将揉好的面团逆风好芭蕉, 如果是第二天早上吃,晚上做好放进冰箱,第二天拿出来翻入温水中,回温三十分钟,由于现在是冬天,我没有放在冰箱,直接放在室外,第二天早上起来正好,如果是现做,夏天的话室外发酵一个小时,冬天的话,你就别想了,案板上先抹一层面粉,抹面粉,抹面粉,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,将面团抹开,然后切成长条,再带上保鲜膜醒三十分钟,这三十分钟很重要,第一,是让面团反省,自己,是不是自己已经做好了,成为一根和和的油条的准备,第二呢,和和,这时候你可以拍照美图,准备最后一步发朋友圈了,这三十分钟是不是很棒,最后就是锅里倒油, 鸡分热的时候,加入油条,把切成条的面块两块重合,用一根筷子中间压一下,拉一拉油条软头放进锅里,是炸油条,改天在做猪鸡,所以手不用放进去,只放油条,可以拿捕一下外面早餐店炸油条的动作,小时候上街光是看人炸油条,我都可以看半天,小小年纪的我就把那个仪器合成的动作牢记脑海, 一个人走路,看书,听歌的时候,脑海里偶尔会幻想自己在重复那个帅气又流畅的动作,以前我有位老师对我说,客奔知识记不住,吃的腻倒是过目不忘,呵呵,还真是,由于是油炸食物,切记不要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做,大家懂的。 感谢观看